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是代表我们团体也是新年部北南最近成立的 那我有几个问题想要提出来询问政府跟现场就是 关于防灾措施的部分呢 这个防灾措施的主管机关是谁呢 那它到底是由哪个单位来统策 如果出了意外的话那是由谁负责 由BOT公司来负责吗 那除此之外你们也没有提出如果出了意外 到底救援时间它需要多少 我们这些乘客如果在上面出了意外 我们需要等待多久来进行救援 我们心里没有一个谱 那这是一定会很担心的一个忧誉 那第二个是针对你们说从关渡平原来进行接驳 我们都知道我们常搭捷运的都知道 从淡水过来的捷运上面 它的运量其实非常饱和 那你们是不是有去评估过 如果增加这些游客进去的话 那他们是否有顺利的能够搭上捷运 那再过来那它造成的冲击又有多少呢 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花季的天气其实都不是很好嘛 那今年猫懒停止的时速其实也超过上百个小时了 我看新闻报道了 那你们是否有直接去掉气象资料评估说 在猫懒在花季的时候它到底会停止多少天 那这样子如果它停止之后 它是否有办法真的达到原本它去疏散 花季人潮交通的目的吗 好我的问题到此结束 谢谢 力量也举很久了 好